我是佩佩 我是老庄 让我们一起笑看风云 走咯 去阿燕吃了 吃这种咖喱面是要大的 哦 而且我问你 咖喱面是 我一直跟人家讲是用鱼骨汤去熬的 对不对 然后有放一点点椰浆 只是看哪一家的椰浆放的重一点点 是吗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 我都不觉得它里面是有椰浆的 它们放多跟少 看有些有放有些没有放 好像阿燕有放 哦 明白明白 但是其实它的精华 除了那个汤以外最重要就是那个桑巴 对 它桑巴做到好就是好吃的 对 尤其我们咖喱面的最代表性的 对 因为其实整个 我觉得三个都缺一不可啦 就是那个汤 那个桑巴 还有那个面 因为那个面是我们这里做的 所以如果以后没有了这个面之后呢 就可能就 那个咖喱面就完全变了 完了变了 真的是没有一个面给代替的 我们咖喱面最特别的变了 对 完全没有干水的 哦 我们应该去拍一集那个面的 还可以吧 不给啦 还不给吧 还想不好意思 不会啊 灵明我拍过灵明 我叫那个 我叫慧玲就问 就问他 可以啊 真的我们要带 带动一下 嗯 因为那个面等下以后就失传了 嗯 没有办法 他们不懂啊 我是有问过了 哦 有时候他们 不好意思 上进 一些 哦 了解了 对 然后如果你们去关单吃的 那个可马曼鱼面 如果他不是 他们是用我们可马曼的面吗 我没有试过了 关单的 因为我可马曼自己都吃自己这边的 哦 如果买不到的话真的是麻烦了 就不好吃 嗯 对 完全那个面就是精髓 嗯 汤不是很难煮 但是面以后就可能会难倒 对不对 对 尤其是面 面是最代表的 在干妈妈 对 他们有传人吗 那个面 他讲还是有传给他女儿啊 或者孩子啊 是啊 问过他 哦 哦 他有跟他聊 聊一阵子啊 找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样 不会说话 哦 嗯 OK 好 今天我就带你们去 Ian 啊 我们有三间 Peter Ian 跟美姐 今天我就选择Ian 跟我的老同学佩佩姐 去吃美食 哈哈哈哈 嗯 排餐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干妈妈的面 对 而且呢 你的汤的浓浊度呢 是取决于你的那个 桑巴 嗯 桑巴还有如果喝 晚一点吃会更浓 更浓 对 因为越煮越浓 对不对 因为它是烫那个鱼嘛 嗯 好吃 如果呢 就是那个不要吃辣的朋友 你就不要放那个桑巴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清汤面这样子 表皮一定要放嘛 嗯 来这边就吃到桑巴的味道 有些人是不可以吃到那个辣的 而且呢 我们吃这个面呢 它有一个要点 就是它这边本来是有放那个 蚌菜跟那个芽菜 对 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原来呢 我跟老庄呢 都是不吃芽菜的 不是我们不吃芽菜哦 是我们这个面里面是不允许放芽菜的 为什么 那个汤会怪的味道 如果芽菜来炒 又比味道 奇怪 对 因为呢那个芽菜呢 你只要放在汤面里面呢 那碗汤呢 就会被破坏 我自己认为的啦 有你的清汤啊 对 看个人啦 有些人会喜欢那个味道 对 我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从小到大吃这个鱼面的话呢 是重来重来重来 不能够有一根的芽菜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有芽菜呢 这个面呢 它就变成了芽菜面 而不是一碗 那个鱼汤 鱼汤就是会被破坏的 那个菜的味 那种青色的那种菜味不行 所以大家 我建议大家 如果下次你真的要吃这个面的话呢 你点一个完全是没有芽菜的 你吃一看那个有芽菜跟没芽菜的分别 味道餐也 如果喜欢吃芽菜了呢 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就是吃芽菜味啊 是啊 对不对 然后吃这个面呢 有一个经典动作你一定要做的 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鱼饼 鱼饼 OK 很很纯的鱼饼 OK 然后你就要这样子把它丢进你的汤面里面一起吃 还有这个面 关键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完全完全没有那个碱水味道的面 马来西亚有几个省 不省 几个州队 他们自己的面 关键也有 对于是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怎么办 我们自己也是有面 对 你外面是真的吃不到的 而且这个面没有防鼓地 所以呢 它没有办法做到呢 就是外送 就是出了我们这一个干嘛碗区 就不行了 所以呢 你可能在其他 可能关键还可以 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是它 它如果外送的范围里面 应该不能够超过一个小时 它这个 它这个面呢 非常的天然 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完全没有变过 呃 你完全没有 没有不会吃到那个 面的那种粉团的味道 对 而是吃到这个面的一个香气 它会不会滑滑 嗯 你等一下粗 有点点粗生 嗯 但是很好可以带到汤的味道给你 真的 它那个汤可以辅助到那个面的表面 它可以吸进去 对不对 你吃 这里很神奇的哦 你连放米粉都不行的哦 你不觉得吗 放果才不行哦 对 一放了之后那味道全部完全变 就一定要搭配这个 干嘛碗自家做的 自制的那个 面 真的 它还有一个吃法 必须要吃那个我们的 干凤鱼 干凤鱼 它是 汤烫的 可是呢 我们就没有点 因为我们吃不了 吃不了那么多 你还要第二餐 对 但是我们可以拍照给大家看 你记得吗 以前我们小小的时候啊 就三毛钱一碗 一小碗 记得吗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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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隔壁的 嗯 所以味道啊 真的是一种记忆啊 那种情怀真的是家里给的 真的 不就是味道 而且这个是有一点像那些 住在巴胜的朋友一样 嗯 就是你天天早上吃 你都不会腻 肉骨茶 肉骨茶你可能还会腻 我们这个是真的有人是 每一天哦 都来报道的哦 每一天 就是从小到大 你每一天的早餐 就是这个 鱼面 风雨不改 风雨不改 而且是不会腻的 永远都不会腻的 我跟贝贝 特别给 这第一集 还有一个美食 哈哈 真的哦 而且还是我们家乡的美食 啊 自己家乡的美食 以前你的小时候 你爸爸妈妈 有没有带你出来吃的 我是没有的哦 有啊 我们是吃学校 隔壁自己找的 啊学校都有啊 我们就是 这里很可爱哦 我印象中啦 我的记忆里面 我没有跟我的爸爸妈妈 跟家人 一起吃过这个鱼面 都是各自分开 密食 嗯 因为我们 下课就有得吃了嘛 嗯 以前就是这种味道 就是真的 三毛钱 嗯 后来五毛钱 我记得 再后来大一点七毛钱 五毛钱我就没有在这边了 我在别的地方了 对 我的印象记忆中有三毛钱 七毛 五毛钱七毛钱 到后来的快二钱 现在是多少钱 现在是三块 现在是三块 嗯 快二之后好像有一个快半的 忘记哦 很多年轻的事情 以前小孩有果条 有面与米粉 现在没有 现在只有米粉吗 有果条吗 没有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要 有果条还是有啊 没有没有 这家没有 每一家都没有 其实每一家都没有 因为我们 我发现我们隔壁人 是不太吃果条的 你有发现吗 吃面比较多 真的 有时候我们拍这种美食啊 是记录这个 历史 不是 嗯 现在的历史 一种记忆 一种记忆 嗯 可是没有就是试穿 那天我看了抱抱 几个阿嬷 做那个饼的 大家没有传承了 很多很多都没有传承了 因为你又没有拍过东西 什么都没有拍哦 所以你没有吃掉蛋 对 但是没有啊 我觉得要拍面 哈哈哈 真的 不想拍面 太神奇了 其实葛妈妈有很多东西 是四传了的 我不知道我 阿老庄 你那个 小时候有没有吃过 我们葛妈妈有一个炒 好像那种 炒的面 他自己做的 全蛋面 有啊 自己做的 嗯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很出名的 他传了两代人 之后 后面不要做了 炒生面 那个叫生面 那个生面 应该是还有啊 那个 没有 真的没有了 很小时候 很好吃的炒 像我蛋猴 硬硬那种 可是他不是硬硬 他就是用他的那个面炒的 煮饱像我蛋猴 这样子的 我那个没有印象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可能 我印象是这个咖喱 那个真的很香很香 只是 那个是专门去吃那个面的 那个很可惜 真的 那个失传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 在镜头里的你们 有知道这个东西 让你们知道 他们不可能知道 有点老一辈的 他是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 对 如果当时有的在拍 就有今天的一个资料单 我们就得看回去 当时没有这样发达好不好 现在发达很多人也不需要 以前也不容易 你要找一个包馆来 把你包馆要给钱 所以你做这个事 就是说希望把所有的 美食 历史印记都留下来是吧 对 还有我们本地 我是本地人嘛 那介绍回本地东西 我觉得我们本地最珍贵就是这个了 没有之一 嗯 真的 最具代表性的 我觉得以前的人是这样子 他们比较不愿意公开自己的secret 就是他们的那个制作的秘密 可是我觉得现在呢 这你自己做不到的话 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呢 公开去给愿意帮你传承下去的人 这不是涉及金钱的问题 而是一种 传承 我觉得文化价值的这个延续 嗯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这种要有无私的精神啊 谁可以把它做得好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东西一直 远远流传下去 而你就把它收起来 因为没有公开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终结了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你当时候做面的那个秘密 或者是你食物当中的这个味道 为什么 呃 如此的 呃 美味 如此的吸引 是吧 对啊 大家觉得是吗 如果可以的话 在下面打一个留言 或者是你可以写一下 你记忆中 你最怀念的味道是 什么 我可以写上来 我去冰城拍那个排点的 剩下他一个 他讲啊 谁要学的可以来学 他可以教 嗯 打铁的也是一样 真的 要学了 年轻的时候 我在台湾看到的更厉害哦 做刀 嗯 但是太恐怖了 我看完那个之后呢 我觉得 下一代 他的那个背负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叫你去打那个刀啦 嗯 你没有那种 有那种 从小吃苦 被磨练的 那个 那个经历呢 你很难 就算现在我把所有的 手艺传给你的 你其实都做不到 都耐力 你做不到 因为你 你自己的一种 呃 我们讲的一种 呃 态度 没有 再加上你的生活环境的 条件 不足以会让你 就算你懂了那个技术 也不足以会让你成为一个匠人 好吗 冰城那个打那个毛了 传毛了 嗯 他说我的孩子都不要接手 他说太累了 这个这个活太累了 嗯 起不了劲 所以以后所有东西都是被技术取代 啊 就被机器取代 对啊 真的是 我们 你看老一辈哦 你不要看他简单做一个手工的比 他到80岁了 他的手就走形了 真的啊 因为长期薪修 那个手的形状都这样子要做 嗯 其实他们付出代价是很大的 我们吃哦 就想好吃跟不好吃 对 但是我很感恩啊 我自己身在一个最好的年代 我觉得 就是 我们可以有以前 最多故事的年代 对对对 最多故事的年代 我们可以跟 跟祖父祖母 甚至 曾祖父祖母 有很多共同的回忆 古之后的一些味道 到 新时代的来临 我们刚好在中间 虽然很多人讲 我们是那种 最惨的 因为你要到步上 要下 但是我觉得 我们是身在 最幸福的年代 最有故事的年代 嗯 还有彈珠啊 跳飞机什么都有 现在它全部iPad了 嗯 很展开是不是 对 那有什么 我们放回七十年代 那种照片啊 其他我们都有那种记忆的 嗯 对 可是我 我们 可是我很多照片 是被咽嘴咽掉了 哈哈 没办法啦 永远存在脑海里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拍特别 就是可以流传 一直圆续看下去